有一種東西在美國講說是 金融虐 經濟虐待很多人沒有聽過 家暴啊或者是性侵少 性侵很多虐待的 可是經濟虐待也有 就是說Totally 你的老公 打引號的或怎麼樣 控制你的經濟來源 我這次因為我剛剛拿到我的健保 所以我就寫了很長的一篇在Facebook 那我覺得大家很覺得 這健保跟經濟虐待控制有什麼關係呢 健保是怎麼樣呢 就是UHI UHI就是United Health Insurance 這大家很嚮往的 就是只有台灣人有這個對不對 很好很好 可是你要想到 當你拿當你一個女孩子沒有工作的時候 這東西想想 比如說我今天要精神經濟同律 我拿健保我說OK I'll pay for it 我不要我先生付 美國要付錢嘛 不是嗎 因為我在慢慢在學習 因為美國都是自己有私人保險 或公司學校幫你買嘛 所以我就要慢慢學 這UHI怎麼回事 我突然那個健保的人是健保Head Court的人 因為他接我電話很緊張 說你要幹嘛投訴 我說我想問清楚 我怎麼去交這個錢 對擁有信用卡 還是每個月匯你這個錢 說你不能付這個錢啊 你老公付 我說什麼 為什麼老公付 因為李博士你沒有工作 所以你必須要跟你先生走 我就說啊 我先生走 那我就很多就是有些網友就說 你知道嗎 我們是每天有家暴的 可是因為為了我沒有工作 為了我有小孩子有保險 所以我必須 Hello wake up 他睡著了 哈哈哈哈 我還沒看到 他講到哪裡 快講完了啦 哈哈哈哈 真討厭 有看到打誤嗎 哈哈哈哈 欸只有你 欸這是很 這是很精彩的一個 你們都不曉得 因為你們是有宗福 福宗社徒嘛 哈哈哈哈 這算是一個變形變形的家暴喔 OK 蛤 有人打課所以是家暴 快點我講完了啦 再三分鐘討厭 所以那個健保的人就說 對因為你沒有工作 比如說我沒有工作 或者是我的那個粉絲沒有工作 所以等於說很多媽媽們 就是為了小孩子 所以就是說 李博士你不知道 我們都被家暴 他我媽我的先生有三陪啊 我控制我的金錢啊 現在我的這個健保都自己買不了 我就是為了健保還健保 所以這個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就是說 在英國五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是被經濟虐待 十個被害人 有六個是受害者 三個人裡面有兩個人 會跟其他人說 被經濟虐待的人 十個裡面有八個女性 會連接到其他的這個虐待 比如說呢 不准你上班 你的Password 所有的這個帳號 都要給先生 或者給老婆 OK 或者是去你的工作呢 你有上班去你的工作 去harass你的工作的人 騷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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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